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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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家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副昌 许多南半球国家都陆陆续续发生干旱和森林大火 严重影响农作物的收成 受到各界的关注 而北朝鲜的金刚山 正在举办两韩离善家属聚会 场面相当感人 而Facebook脸书以5700亿台币的天价 并购了WhatsApp 脸书的雄心壮志 能不能称霸网络市场值得观察 另外在台湾越市 常常看得到的土耳其冰淇淋 以前是宫廷田蝶 现在大众化之后 受到各界的喜爱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全球的干旱天气 最近几个星期 台湾 美国和日本 都是湿答答的天气 但是南半球的天气 却像个大火炉 在热浪的清晰下 南美洲国家是热得不得了 例如阿根廷 最近的温度都飙到45度 创下108年来最高的纪录 阿根廷政府还因此而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力设备 不声负荷 使得部分地区停电 电扇和冷气机无法运作 人民是欺的上街抗议政府 而阿根廷的邻国智利 也是面临干旱的威胁 农民估计今年的收成 大概只是去年的两成 相当凄惨 而巴西也是因为干旱 使得咖啡的收成锐减 巴西的咖啡产量 大约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产量减少之后 使得国际咖啡价格 在两天之内大涨21% 创造11年来最大的涨幅 而澳洲的昆斯兰省 气温也达到了43度 导致10万只蝙蝠 昏迷死亡 同时也不断传出森林大火 情况是相当紧急 而美国的农业重镇加州 供应全美国一半以上的农作物 现在却面临9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因为缺水 使得20万公顷的农地被迫休耕 美国总统欧巴马 也因此提拨了联邦补助款 1亿6千万美元 来补偿农民的损失 而亚洲的印尼 也面临干旱天气的威胁 一般而言 每年的6到9月 才是印尼的干旱季节 但是今年是特别奇怪 才刚刚进入2月 天气就是异常的干旱 苏门达腊的森林大火 已经烧个不停 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400多个起火点 情况是相当严重 美国加州面临将近百年来 最严重干旱 原本水量丰沛的福尔森湖 现在已经干到见底 走在干涸的河床上 就像走在荒漠上 加州超过90%的面积 面临严重或特殊干旱 超过20万公顷农地 被迫休耕 州长宣布进入干旱紧急状态 水务部门也史无前例 破天荒头一遭宣布零供水措施 2500万人受影响 缺水的痛苦 农民感受最深 我认为大家都很心疼 我们的未来 如果这些政策 在加利福尔森里的方法 不会改变 我们会有这样的年来 比不容易 干旱之苦不止在加州 从亚洲到美洲 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灵火延烧 干旱高温 这里有很多水 冬天才有更多水 要泡去 还有墙 墙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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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水 完全不止水 不止水 智利嚴重干旱 中部地區降雨少了五到七成 居民記憶中兒時泄水的地方 如今全變了樣 巴西也是旱災肆虐 東南部和中西部的水庫 一項供應巴西全國70%的水力發電 今年一月降到41% 我負責用水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飲、飲、 全部都要負責用水 種植物都要負責用水 如果有水的水 我們會有點緊張 一年每年的乾淨 從六月開始九月結束 不過因為一月少雨 坟齡季節提早報道 大量濃煙 不僅嚴重影響行車視線 也對健康有害 正值沿下的澳洲 東南部部分地區高溫飆 壓迫攝氏40度 不僅靈活嚴重 今年一月份 還是澳洲十一年來 降雨最少的一月 澳洲東南部 河川水位下降 造成用水短缺 必須實行限水措施 也難怪 當澳洲總理巡視西南威爾斯 乾旱災區時 剛好碰上下雨 這時才知 雨聲挺起來有多動人 乾旱的天氣 直接影響農作物的收成 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全球的糧食供給 將會出現問題 值得各界關心 接著我們來談談 南北韓的團聚活動 今年年初 美國宣布要和南韓 舉行例行系軍事演習之後 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曾經一度威脅 要取消失散家庭團聚的活動 還好這只是虛擒一場 南北韓還是在2月20號 開始在北朝鮮金剛山 舉行團聚活動 預計將持續到25號 這次的團聚活動 是中斷三年之後 第一次再度舉辦 也是金正恩上台以來 第一次的團聚活動 具有相當的意義 金正恩對於韓國統一的問題 以及兩韓關係的發展 是不是有新的想法 會不會比過去更加和平理性 引起各界的猜測 在這次的團聚活動中 我們看到許多 住著拐杖的老年人 湘勇而激的畫面 實在令人鼻酸 他們可是都是因為韓戰 而被迫分離60多年的親朋好友 時間一晃 60年的光陰過去了 許是年輕氣盛 意氣風化的模樣 已經不再了 現在都變成 步伐滿山的白髮老人 戰爭的無情 一五一十的刻畫在 南北韓人的歲月中 值得我們深信 而也許你們會問 參加團聚活動的名單 是如何產生的呢 在南韓是採取籌籤的方式來決定 而北朝鮮 則是採取身份審查的方式 來決定誰可以參加 北朝鮮民眾在提出申請之後 政府就會根據申請人的政治表現 來做評比 那些對黨對國家非常忠誠的人 就可以獲得參加的機會 而在這個溫馨的時刻 卻發生了不愉快的小插曲 北朝鮮逮捕一名75歲的澳洲傳教士 蕭特 這是繼韓裔美籍傳教士 裴俊普之後 遭到北朝鮮逮捕的 第二位外國傳教士 蕭特和他的妻子 長期住在香港 因為澳洲和北朝鮮 並沒有外交關係 因此 現在正透過澳洲駐索爾領事館 以及瑞典駐北朝鮮大使館 進行救人行動 根據過去的經驗 這將是一件困難的外交人物 躺在單架上 白髮蒼蒼的老奶奶 二十多名行動不便坐輪椅的老人家 離不開拐杖和需要親人搀扶的老人們 2月20號一早 在南韓統一部部長劉吉在的陪伴之下 出發前往北朝鮮金剛山 等待和北方離散親人的見面 兩人在見面 兄弟 阿姨 你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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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月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後 你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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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幾個月 南韓這一群期待離散家庭團圓很久的老人家 年齡都在70歲以上 甚至有26位年紀都超過90歲 2013年經過抽籤篩選 這一群幸運兒 終於可以參加 遲來了三年的離散家庭團聚活動 議員和北朝鮮家人團聚的夢想 年齡都變得更高 所以 在秋末跟今天 去的一年 三個月 還沒了 我們大韓民國 兩人都回來了 北朝鮮也三人都回來了 還沒了 五十年 六十年 等待 走上了挑高的樓梯 西裝必挺的男士 和穿著傳統韓服的女士 期待看到分隔半世紀之後 親人的身影 一見到面 眼淚就停不下來 緊緊的擁抱 四手相握 怎麼也放不開 這次的兩韓離散家庭團聚 分兩批舉行 為五百位南韓人 和兩百六十位北朝鮮人 牽線圓夢 但是離散家庭團聚活動 其實早在兩千年就已經開始 2010年 北朝鮮砲擊南韓前線島 與嚴平島 造成兩韓關係緊張 這項人道活動被迫終止三年 1953年韓戰結束後 兩邊政府禁止雙邊人民交流 從通信打電話到寫電子郵件 全面禁止 因此 只有一萬七千名親屬透過團聚的活動 有緣短暫相聚 但是還有高達七萬多名南韓人 還在等候名單上 來參加團聚活動可以說是很多人 生前最後的願望 兩韓離散家庭的團聚活動 也讓全球的目光聚焦在北朝鮮 外界質疑 南韓寄出了向北朝鮮提供大米和肥料 作為交換條件 換來了活動如其舉行 南韓官方已經駁斥了這項揣測 但是針對北朝鮮而來的發難並沒有減少 你給他一個挑戰 他會承諾 你說我不能做這個 他會想做這個 因為他不被承諾 共產黨的政府 他是為了人的自由 練習他們的信心 75歲的澳洲傳教士蕭特 成為繼韓義美籍傳教士裴俊虎之後 第二名在北朝鮮被逮捕的外國傳教士 傳教士蕭特的妻子表示 從事傳教工作的蕭特 16號在北朝鮮首都平壤被捕 原因可能跟他隨身攜帶 譯成韓文的宗教文件有關 這次是蕭特第二度造訪北朝鮮 但是因為澳洲與北朝鮮 並沒有外交關係 因此正透過其他間接的管道 進行研究 要從北朝鮮救人出來實在不容易 好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臉書並購WhatsApp的後續效應 現代人幾乎離不開社群網站 而台灣人最常用的Facebook臉書 昨天以190億美元 相當於台幣5700億的天價 並購了通訊軟體WhatsApp 創造了13年來規模最大的網路公司交易 Facebook主要是看重WhatsApp手中的 4億5000萬用戶 以及每天大約增加 100萬新用戶的市場潛力 特別是在歐洲、印度和拉丁美洲 WhatsApp都有可觀的成長空間 臉書創辦人祖克伯 承諾要讓WhatsApp維持獨立運作 並且要維持WhatsApp原有品牌和服務 這是臉書在去年紮下100億美元 收購Instagram之後再次大手筆的投資 這會對即時通訊市場造成多大的衝擊 使得我們繼續追蹤與觀察 190億美元天價買了一個55人的小公司 臉書19號宣布併購跨平台通訊軟體WhatsApp 也驗證了手機戰場的價值不再只是預測 先前兩大網路平台臉書與谷歌 都積極拓展行動通訊軟體 雖然兩者都有自由品牌的通訊軟體 但是怎麼樣也趕不上那些 已經佔據山頭的行動通訊軟體公司 在網路發達之前 電信是隨身通訊的代表 因為費用昂貴 所以使用者身份也都經過確認 不久之前社交網站在數位世界崛起 許多人都擁有了一個網路身份 透過這個身份 我們開始在網路有了交友圈 不過在無線網路使用率提高後 智慧型手機普及化 是電話也是電腦的新概念 讓行動通訊軟體應運而生 行動通訊軟體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用手機裡的電話號碼來辨識身份 但卻是透過網路傳遞 取代傳統簡訊的過程十分貼心 讓老一輩的使用者也能很快上手 但臉書就沒有這種優勢 智慧型手機普及後 雖然臉書的通訊錄 也能跟傳統的通訊錄合併 但是有電話沒有臉書帳號 還是無法像簡訊一樣傳遞溝通 再加上許多行動通訊軟體 已經開始發展類似臉書的 一對多社交平台 很多年輕人紛紛離開臉書 導致臉書使用率下滑 為了找回年輕人 也為了打破樊梨 臉書砸大錢買下WhatsApp 但選擇WhatsApp 其中一個考量 則是因為它本身的領頭洋地位 有兩位前雅虎主管 在2009年創辦的WhatsApp 目前擁有4.5億的用戶 平均每天增加100萬人 WhatsApp功能陽春但是穩定 第一年免費 從第二年開始就必須支付 每年約1塊美元 不過使用者不用忍受廣告 所以得到歐美國家民眾的喜愛 不止如此 WhatsApp更是臉書 在行動通訊當中最大的敵人 打開幾個國家的行動通訊 使用情形 臉書與WhatsApp幾乎打對台 風行的國家相似 但除了美國之外 其他國家使用WhatsApp的人數 都贏過臉書出的行動通訊軟體 打不過就把敵人買下來 似乎是臉書最近的策略 Mobile photo apps WhatsApp是ClearLeader 在訊息中 所以我猜這是一個問題 他們會看到 什麼東西跟他們做的 當然是大事 2012年 臉書就曾經花10億 買下照片上傳軟體公司 這次購買WhatsApp的價格 更是13年來 在IT產業併購當中 金額最高的一次 高額交易 讓臉書股票微微下跌 專家分析 除了擔心網路 被過度烘台之外 WhatsApp跟臉書 幾乎相反的主張 如何磨合 你去WhatsApp 因為你不想 有所說的記憶 你不想從他們的軟體 送給朋友 你不想永遠 你不想看網絡 你願意付99元 這次的服務 那是180度 從Facebook 發展不得而知 但新東西 新思維每天上演 現在臉書大動作 也讓資訊時代的我們 見證歷史性發展過程 最後我們來談談 土耳其冰淇淋 土耳其冰淇淋的歷史相當悠久 早在17世紀 就已經是 厄土曼土耳其帝國的宮廷甜點 粘稠滑順的口感 就是在製作過程當中 添加了蘭花根 和牛奶混了之後 就會使粘稠度增加 幾乎像麻糬一樣 因此不管怎麼拋 怎麼甩 都不容易掉下來 所以賣土耳其冰淇淋的小販 就利用這個特點 在顧客面前砸手一番 成為另類的賣點 而傳統的土耳其冰淇淋 都是利用天然的材料製成 頗有健康概念 這種協制的宮廷甜點 現在已經變成伊斯蘭世界 最受歡迎的大眾甜點之一 值得品嘗看看 一隻長長的鐵勺 就讓一大團冰淇淋 躺空旋轉 上一秒還在飛的冰淇淋 下一秒變成融化在 遊客嘴裡的甜蜜滋味 這裡是冰淇淋 掏客心目中的天堂 伊斯坦堡 綠的 白的 紫的 充滿新鮮果粒的 還有外圈沾滿彩色糖粒的冰淇淋 任君挑選 不過有一家冰淇淋店 很特別 因為它就開在清真寺的一樓 在1970年 年來 我從小學年來 都開始了 我和我一起 我和我一起學習 我和我一起學習 都做了 在小小的廚房裡 愛奇麗熟練的把一顆顆黃檸檬 剖拌 然後榨汁 容器裝滿檸檬汁之後 順勢全部倒進 與流理台一體成型的攪拌機裡頭 愛奇麗兩手拿著不鏽鋼小鏟子 把正在攪拌的原料刮起來 然後移到旁邊的金屬冰桶 這一個階段的工作 暫時告一個段落 這一個階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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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告一個段落 這一個階段的工作 愛奇麗祖傳三代的冰淇淋店 一開始只有檸檬和肉桂口味 後來又加入哈密瓜 複盆子石榴等水果口味 不過不管口味如何 都少不了這一味蘭花根 這種野生的紅門藍 讓冰淇淋維持口感 以及不容易融化的特色 愛奇麗把收集來的 乾燥蘭花根抹碎之後 加入冰淇淋原料 產生有如馬吉般的粘稠度 這也就是土耳其冰淇淋 獨樹一格 怎麼甩都甩不掉的原因 冰淇淋店老闆愛奇麗 是退休的伊斯蘭教神職人員 他承襲自父親以脈相傳的冰淇淋手藝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不同於義式冰淇淋 常會添加蛋和吉利丁增添醜度 愛奇麗堅持要做出天然 符合伊斯蘭教育的清真食物 我們在歷史上看著 在西元的製作中 在17年代 從西元的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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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沒有在歷史上 從西元的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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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傳冰淇淋在西元前五百年 有波斯人用葡萄汁、櫻桃汁、 番紅花和玫瑰水混合製作而成 十世紀 冰淇淋後來傳到阿拉伯世界 土耳其加入蘭花根改良 成為口味獨特的土耳其冰淇淋 這不但是韜客到此意有的紀念品 也成為土耳其甜點文化的代表之一 全球視野每天給你不同觀點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脈動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週見 全新感受了 我們下週見 感谢观看